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日凌晨德甲有一場焦點大戰 RB萊比錫會面對白人毛利克 這場賽事實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隊陣雙方近期表現非常強勢 即使多線作節仍然能夠保持連勝 今場應該是一場難分難解的比賽 所以說很大機會兩隊會打和 RB萊比錫一直以來都是德甲前列的勁女 是挑戰白人毛利克聯賽霸主地位的熱門之一 目前他們保持著各項賽事六聯勝的優異成績 但要留意RB萊比錫近期比賽對手都不是實力分子 無論在歐冠聯上面對年輕人 還是在德國杯面對偉恩 都無法對RB造成太大的麻煩 看上來一番封信的賽程其實未真正如想挑戰 RB萊比錫今季在德甲勝率高達8成 只在首輪轉客舒比利華古遜 他們昆長的入球能夠入接近三球 奧賓達以及謝斯高 他們都是球隊前場破門的一大耳靠 但與白人毛利克相比RB這些數據還略顯不足 好在RB過去兩次面對白人都是全勝 無論是上季聯賽次循環較量還是在之前 德國超級杯上亦阻礙卡尼收獲第一個冠軍 他們都能夠貢獻精彩的發揮 將強大的白人毛利克斬落馬下 今次再次同老對手較量 擁有主場優勢的萊比錫 絕對有實力在白人身上獲分 陣容方面後衛迫舒亞布以及中場丹尼奧莫是因傷缺陣 白人毛利克方面上季差點失去聯賽冠軍 如果不是多蒙特底運不足 球隊頂不住壓力 白人好大機會沒辦法遺免 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算白人毛利克上季發揮失準 但仍然奪冠 這個畫都說少會打擊得甲其他球隊挑戰他們的信心 得甲開季五輪之後 白人毛利克暫時未能拉開差距綁手帶頭 今仗與勝率高達八成的萊比錫交手 絕對一場艱難的考驗 尤其是考慮到白人毛利克目前雙兵滿營 前鋒、格勒比和門將等多位球員都沒辦法出戰 一定程度上碎弱了球隊競爭力 冒在今下加盟的卡尼 在白人強大的控制力之下才華盡顯 聯賽至今已入七球 其中包括上輪對波琴上已無自棄發 那個仗甚至交出兩次助攻 成為白人毛利克七球大勝的功勢 但無論是面對波琴 還是德國杯面對的普斯辛蒙斯達 這些球隊都是藥類 但考慮到白人毛利克面對與萊比錫 勢力接近的利華古迅都只能打和 所以今仗白人毛利克作客萊比錫這場硬仗 白人很大機會與對手打和收場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